Hello,大家好,我是安萌 今天出个外景啊 跟大家录一期视频 我在哪,我在圣桃沙 这个地儿呢叫Math Hall 是一个就是1900年的时候 英军在这边驻扎时候的一个军营 Camping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囤兵啊 这片这个后面大草坪 原来都是他们阅兵的地方 然后呢现在呢改成了这个酒店呀 什么娱乐餐饮为一体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 其实圣桃沙这个地儿 它很多人会不理解 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吃喝玩乐的地方 但其实它是一个有古迹的一个地方 有历史的地儿 所以呢扯偏了 我这后面呢是这个像什么 Universal Studio 所以一会儿有会有这个过山车啊 喊的一塌糊涂的人过来过去 所以今天呢就是也没什么准备 想哪儿就聊哪儿了啊 今天聊聊啥呢 聊聊这个漫长的季节 昨天刚刚追完啊 我也是寸 这个追漫长的季节呢 同时也在追人选之人 结果呢就人选之人咔嚓一气看完了 漫长季节看两集 然后我还大言不惨的说 这个漫长季节看不下去无聊什么的 但其实并不然啊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啊 当你有一个一段时间 能够扯下心来来看一个剧的时候 漫长季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剧集啊 我昨天追完了之后啊 这个也是心里面这个浮想联翩 感慨关键啊 因为这个剧的这个厚度啊 非常非常地厚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剧的厚度是远远超越狂飙的啊 狂飙这个真的是把狂飙比的简直一塌糊涂 首先呢这个漫长季节啊 他讲了三个老男人的成长 三个老男人是谁呢 这个范伟演的这个王翔 这个叫什么陆明浩演的这个马队啊 还有这个叫什么胖的一塌糊涂 这个秦浩 秦浩演的这个叫啥来着 彪子公彪 所以呢你的前妻的时候 老看到三个油腻的男人啊 在这个现实中插个打魂是吧 这三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18年前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会一点一点一点的牵扯出 18年前的这个案件 所以说你想想啊 他这个东西 这个整个这个戏叫漫长的季节 他确实很漫长 这时间线很漫长是吧 就是18年前的一个悬案 然后18年后的这些人呢 围绕着这些悬案呢 慢慢的又要破案 是吧 包括一些未解之谜啊 老爸要处理跟儿子的这个关系啊 对吧 这个马队呢 要处理自己职业上面的这个一个巨大的一个遗憾啊 对吧 这个公彪呢 可能是要跟他的这个媳妇啊 他自己的一生的这个悲剧要怎么处理啊 包括其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配角的一些人物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说他这个戏啊 是一个不好讲的一个戏啊 是一个你如果按照线性来去来叙事的话 一个倒序的手法的话 可能可能拍个电影会比较合适 但是你作为一个一个电视剧 他一会儿到18年前 一会儿是现在 一会儿是18年前 他怎么样来进来进行这个场景的调度和这个转换 很讲究啊 他经常可能在同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经常吃烤串 吃火锅的一个地方 18年18年前 他们在这里一场戏 然后忽然间18年后 可能又到了这里又怎么样 然后呢 可能还会因为一个物件啊 因为一个物件来转场 比如说这个18年前的时候 这个王阳 对啊 他的这个送了他老爸一件红色的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出现了在很多很多地方啊 包括到最后的时候还作为这个扑灭了火焰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是吧 18年后呢 这个他爸爸依旧还穿着这样一件旧毛衣 因为对他儿子念念不忘 是吧 念念不忘 他儿子到底怎么死的呀 到底what happened 这个悬疑的这个剧集 这个以前那个悬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戏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啊 对吧 一个一个故 一个悬疑的一个故事盒 最后还反映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 他是一直揪着你往下看的一个内核 但这个东西他并不重要啊 并他这个戏并不像以往的一些悬疑剧 一个巨大的一个悬念的一个内 一个内核就能够崩满整个剧集 能够牵着你往下看 我是觉得整个这个戏的这个悬疑内核 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吧 就是一个女孩子叫沈默 沈默呢 跟这个王阳谈恋爱 王阳是往想的孩儿孩子 是吧 但这个这个王阳的结局呢 是死掉了 沈默呢 是一个被他这个养父性性亲到不行的一个 一个女孩子啊 怀着这个深仇大恨 对吧 但是最终 把他推向这个杀人恶魔的一个深渊的呢 是背后捅他的一刀的一个女闺蜜叫殷红 对吧 然后呢 他手刃了殷红啊 杀了这个 把他侵犯了他的这个卢总 是吧 一个港商 后来呢 这个18年后又报仇啊 杀掉了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 养父 对吧 一家 其实故事盒就是这样啊 然后中间呢 他还冒用了别人的一个 他杀掉的一个女孩的一个身份啊 砍掉了自己的这个小指 因为当时18年前嘛 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 DNA啊 脱氧核糖核酸的这些什么核定身份的一些 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嘛 所以他可以冒用别人的身份 对吧 就是悬疑内核就是这么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戏他always看的不是悬疑内核 看的是马大帅和东北一家人 看的是刘老根 你知道吧 就是他中间有很多这些 这些中年胖男们的这个 插个打魂是吧 有很多这个东北非常local的一些地方喜剧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他还把这个整个这个大故事背景啊嵌套在了一个钢厂啊 一个化钢老钢厂的这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这个兴衰 对吧 而且还牵扯出来了很多一些 在别的一些戏里面啊 提掉提到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就被砍掉了 但是他在这个戏里面巧妙的规避了 很多不过审的内容啊 老钢厂的厂长腐败问题啊 对吧 怎么给厂长送礼啊 行贿的问题啊 然后这个老钢厂的没落是怎么没落的呀 这个下岗工人又怎么回事啊 对吧 下岗工人对吧 一个叫什么巧红吧 想去办个这个退休证是吧 结果人家问他说就差个车 就差个车就不能办这个下岗退休 反正一大堆的这种制度性的问题啊 就是巧妙的隐喻在了整个这个剧集里面 所以我说这个戏的这个厚度是远远大于狂飙的 但是这个悬疑感呢比这个沉默的真相稍微呃差了一点点啊 呃 还是无法逾越隐秘的角落 所以就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几个戏的啊 但是这绝对都是豆瓣9分以上的好剧集非常非常好 呃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呢 我觉得这些人物的这些主要人物的这些演技 各顶各的棒啊 这个主在主角层面 我首推的是范伟 这是绝对的男一号男主角 范伟是那种演什么像什么的一个人啊 这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就是呃 范伟演过的这个戏可太多了 我刚刚粗粗搜了一下啊 粗粗搜了一下 他对他在很多很多的戏里面啊 都有我和我的家乡啊 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里面对吧 就是很多 呃 他演那个街吧 什么IPIQIC卡通通交通我密码什么 他真的是成功诠释了啊 只有小角色 没有小演员啊 哪怕一个角色只给他三句话 他都能演得深入人心 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怕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人啊 缝纫机乐队啊 私人定制19421秒钟 我不是潘金莲 是吧 道日下山 手机南京南京什么的 啊 包括什么大宋提音官啊 我最喜欢他的电影啊 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戏也是2016年啊 大陆独立佳作没看过的最好去补一下 那个真的是范维老师的极大成者 而且这个范维也是因为这个戏得了很多影帝啊 包括呢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个戏叫爵士高手 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人有看过这个举个手吧 在底下 卢正宇演的是一个喜剧 一个喜一个喜剧 我当时看的时候啊 我非常非常期待 因为卢正宇是星爷的天字第一号粉丝 是吧 而且卢正宇之前拍了很多的短视频很有名是吧 所以他自己拍一个大电影啊什么的 我就非常期待那种 有没有那种星爷的那种港式幽默 但整个这个剧集啊 很尬啊 是吧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失望 但是在这个剧集里面啊 陈冲和范伟演了一段 这个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美食剧是吧 演了一对这个熬汤的一对这个 纠葛了很多年的一对这个情侣啊 就是上年岁的人啊 但是这一对人的这个情感纠葛啊 在这个戏里面共熬一锅汤 哇 反正那个具体的这个情节我已经很模糊了 但是我就记得啊 这个范伟和陈冲这两个老戏骨 救了这一整出戏 让这一整出戏变得很有质感啊 就是 就这样 所以我就是又扯远了 我就是很想说这个范伟 他是一个能够驾驭很多小角色的 而且这个角色越平凡 越真实 他越能演的非常非常好 你让他演个伟光正那么完毕 还有记得他演了个叫什么 铁道游戏队吧 铁道什么 就是跟那个张寒宇前几年的一部戏啊 一部妥妥的这个 有点主旋律的那么一个戏啊 那个张寒宇在里面啊 就永远都是 都是这样子 是吧 就他 他只能演 特别 扁平化的 跟吴京一个样是吧 只能演着那个战狼 是吧 但是那个范伟就能在里面演个卧底啊 但一开始你能恨死他 那后面你能爱死他 是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我跟你讲 范伟这样的演员啊 去任何一个戏里面啊 他绝对都都都会把主角的光彩 就是 抢得通通透透的 是吧 所以这个范伟在这部戏里面演王翔 这个绝对第一男主角啊 演这个一个男人的心路历程啊 一个画纲的一个老职工 然后一个以场为家的那么一个人啊 对自己的儿子异常看重 最终呢 丧失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老伴也跟儿子离去 18年后 对吧 他又收养了一个新的一个儿子 支撑着他一步一步活下来 找寻新的人生 对吧 然后在他找寻的这个过程中 跟他的这个旧儿子 这个往生的儿子 进行了一个心理上面的和解 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最终 其实不是自杀啊 对吧 不是因为他的问题 不是因为家庭问题 是因为他选择了为爱的人付 外的爱的人付出 他儿子是这个 对吧 是一个短暂而完整的一生 哎 内心就放下了 就释然了 就不多聊了吧 这个角色是我最喜欢的主角层面的啊 这个配角层面的 天字第一号傅伟军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男的可真帅呀 活了个天 就是我很少 就是你知道我一个这个上年纪的一个老女人啊 很少能花吃到这个地步 是吧 恰好前两天看了这个宇宙编辑俱乐部 宇宙编辑杂志社 忘了叫啥了 一个电影 一个神剧啊 我不知道看我频道的人有多少人追啊 我估计可能应该有看过的 这个演傅伟军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男演员在里面 也演了一个结巴 然后在这个呃这个漫长节里面 傅伟军的这个演员演了一个 那个师聪的一个人啊 我都把这样一个人物啊 你像他这个配角啊 演这个沈墨啊 就这个女 这个叫黑化的 最终黑化复仇的这个这个白月光的弟弟 非常凶狠啊 就是演出了这个对他姐姐的爱 对他眼里面这个小情人 这个殷红的那个啊 就是少男少女啊 春心萌动的那个感觉啊 还有那股子狠劲啊 你知道吧 你知道就是一个呃 一个不说话的人啊 反倒特别的狠 你知道吧 打人呢 真的要叫一个狠 但是呢 就是被人打 但小兄弟马上要没命的时候啊 那一样就是该装孙子装装孙子 所以我就是还是回过来那样一句话啊 就是呃 首先这个戏写的好 编剧写的好啊 第二呢 就是说这些演员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只要能够想明白这个角色的内在逻辑 把他想顺了 他不管在这个荧幕上面出现的这个分钟数是几分几秒 他都能准确的拿捏到这个人的内心的一个挣扎和蒙动和痛苦和纠结 对吧 你想想 他最后他都不知道他姐姐发生过啥事 他姐姐花叉直接收起刀落 把他心爱的女人给肢解了 几的几袋说 弟你帮我处理一下 你能怎么样 一滴泪 就一行的呜呜呜这样 我里个操了 真的是 就是what the fuck 就what happened 就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说他姐姐受过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冥冥之中也都知道 所以说最终包括就是给他姐姐去顶包啊 是吧 最终在狱中又怎么样死掉什么的 就是非常悲惨的人的一个一生 真的是个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啊 但是很丰满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戏啊 你单看这些剧情的内容啊 你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他在一些细节方面啊 做的尤其好 特别是在这个配乐啊 特别是在配乐 就是他引用那些歌 一些歌曲啊 就是导演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导演本身他妈就是玩乐队的 做乐队的啊 所以呢 其中有什么Joyside是吧 If there's a tomorrow 他就是Joyside的吉他手 这首歌啊 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忘了出现在哪了 十一集吧啊 山地摇滚的旋转宝灵啊 旋转宝灵的这个歌曲非常好 The Mose的Blue Moon啊 当时出现在这个亡羊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结尾的时候 对吧 就是很多人说结尾了 马上跳下一集 No 你这集完全不想说 马上蹦下一集 你结尾你只想把那个滚的 那个字幕看完 以及把那个沉浸在那个音乐里面啊 就是很有讲究的 所以这个戏 反正就这么草草一说 我可能能跟你 如果时间再长点的话 能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但是聊那么长没啥意义 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请点赞转发 请订阅我 然后你订阅我 支持我给我点赞 是我继续把频道的内容 继续做下去的良好动力 OK 就这样了 拜拜